新疆建立自貿區這樣的一條政策方針 不知道是不是新疆開放的又一個信號 繼續為大家強調的是跟歐洲有關的消息 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得到最新突發消息 意大利正式宣布推出一帶一路 意大利的這一位新任的女總理已經把相關的消息通知給了北京 那麼其實類似的消息 我們之前已經為大家提前吹過風 的確意大利方面已經向北京提出 他們有可能會宣布推出一帶一路 這是不是意味著意大利與北京的關係交惡呢 實際上也並不能這麼說 因為意大利整個在一帶一路中的佔比是非常之小的 似乎一帶一路也沒有給意大利帶來更多的經濟實惠